另外之所以这次南韩紧急戒严 引发全球高关注 因为朝鲜半岛是一个安定 非常薄弱 持续动荡的国家 南韩所面对的是有核武的北韩 所以南韩的内部情势混乱 对于区域稳定非同小可 而今天的报道也显示 在美国发现了 有民众不断的把美国的军武 违法私下的走私 卖给北韩政府 在这次的报道当中 还看到晶片战越演越烈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了 第三波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 中国火速出手暴富 现在包括了加 折 剔 这三种贵金属 从现在开始严禁出口到美国 石墨要销售到美国 要严格审查 而这些材料都用在充电器 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上 比方说像热血像仪 导弹 这些军备武器 也要用到这三种贵金属 居民两用的物资全部遭禁 绝对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 中国指控美方把经贸武器化 影响扩起全球 采取这个手段 让美方也知道制裁的厉害 拜登卸任前的最后一集 美国政府12月2日 三度对中国大陆半导体业 发出禁令 主要阻挡中国获取与AI发展 和军事相关的晶片 中国政府立刻欢迎颜色 原则上不批准 加 折 梯 超硬材料 相关两用物项出口美国 加就是制造主动电子授描雷达中 发射接受信号装置最基本的材料 全球大约95%的加产量 都是来自中国 耐热又发电量小的加 除了用于制造军用雷达 也能应用于充电器 手机零件和电动车上 同样被禁止出口的者 也是军民两用物资 除了是红外线 热显向仪等重要军备原料 也常用于太阳能电池和半导体中 中国不仅插住全球60%折产量 也掌控全球48%的T 这是军服中防火 和必红外线侦测的重要原料 T被广泛应用在军事用途中 包括用在制造炸药 照明弹 夜视镜 红外探测器等等 全球77%石墨 产自中国 这种火箭 导弹 与核反应炉中的重要金属材料 12月4日起要离开中国国境 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查 中国外交部并不会言 这就是针对美方新一波禁令 打压中国科技进步的报复 中国商务部也指控 美国将经贸问题武器化 而在美国禁令下可能受影响的140家中国企业 有些承认正努力应对 影响部分零件生产 积极寻找国产替代 中国禁止出口的三种重要金属价格眼看将飙涨 全球各国买家也需寻找替代品 白宫表示正评估影响 但路透社报道 美国曾名列这些中国产重要金属的前五大采购方 今年前十个月 中国已经没有向美国出口任何 含者和家的产品 将原产于中国的相关两用物行 转移或提供给美国的组织同个人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喊出对中加税的川普明年将上任 美中贸易冲突显然难以避免 禁运与制裁压力下 非法贸易增加 但美国加州检方近日宣布查获大案 指控一名非法拘留的中国籍男子 为北韩担任间谍 在美国采购枪支等轻军火 经香港转运 在美国买枪者会被视为最终用户 任何没有联邦枪支许可证的人 买枪支并意图转售都违法 起诉书中指出 这名应译为文胜华的41岁中国籍男子 涉嫌由美国走私枪支弹药 与热险相仪等货品往北韩 他在2012年赴美前 就与北韩当局有联系 这名中国籍男子是以冰箱 或相机零件的名义出口货品 从加州长滩港运往香港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家 查获5万发弹药 还有隐藏监听装置 能装在飞机上的热险相侦测系统等等 前犯坦诚不讳 加州检方还查到他总共从北韩方面获得200万美元 只是他的学生签证在2013年就过期 2018年就曾因非法拘留被逮 勒令出境 但现然他没有离开美国 生意还做得风生水起 但想到隔壁邻居屋内宛如军火库 非法拘留6年仍未被遣送出境 美国的执法漏洞还是让加州安大略市 这小社区的居民感到担忧 这些军备进入北韩遭到拆解分析 当然威胁美国国安 而这名陆籍嫌犯 现在面临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